好的朋友们啊,大家早上好,我是阿萨社区的周老师,那么呢,今天是2021年6月21号啊,那么呢,星期一的一个时间 好,那么呢,还是简单给大家来说一下啊,今天的一个行情啊,和这一桌的一些计划 呃,那么呢,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来看啊,那么呢,大家应该来说是统一认识的 呃,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翅膀复币,现在都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单边行情 啊,那么欧元他就可以看到啊,四小时级别啊,一路下跌啊,英镑啊,也是一路下跌啊,黄金啊,也是一路下跌啊 所以现在所有节奏都是高度统一啊,那么呢,目前来讲其实不需要有太多的其他的思路 咱们现在的思路啊,从现在的走势来看,只需要啊,顺着这一波空啊,继续啊,做,找点位啊,找价格去做空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朋友们啊,想法很简单,思路很清楚 呃,那么对于欧元的四小时级别来讲啊,大家可以看到,目前还是非常标准的清楚的空头 他甚至另一波像样的回彩,他都没有,所以现在欧元的结构啊,只需要继续保持不老去做空的思路就可以了 好,这是咱们欧元的一个四小时级别的情况啊,当下了这个级别,继续保持分高空的一个思路 好,然后一小时级别,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啊,一小时级别,我给大家画出这样的一个压力位置啊,压力位置啊,一小时级别啊,就在这一块啊 如果今天的欧元啊,能够往上回踩到这一块位置附近 大家就要去在这些地方去顺势做他的空单啊 所以说呢,朋友们啊,思路很清楚,大家关注欧元这个位置的压力啊 啊,关注这个位置的压力,好,这个是欧元啊,继续说时空啊 一小时级别关注火化的这个位置 呃,然后就是英镑啊,英镑的行情,大家现在来看 四小时级别啊,呃,其实呢,这一个震荡 大家看到没有啊,已经在之前我一直给大家说啊 挣得特别的久,那么现在这部行情终于啊 做了一波像样的爆发啊 俗话说啊,很有多框,数有多长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啊,挣得有多纠结啊 当边就走的有多啊,厉害啊 所以说朋友们啊,事情是对应的 呃,那么呢,现在这个四小时级别的行情啊 还是一波非常清楚的空头趋势,是吧 这个毋庸置疑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小时级别的行情啊 一小时级别的行情啊 那么呢,像这样的一个英镑的这种走势啊 大家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对应带啊 调出来啊,这一招啊,是吧 他会随着时间啊,往后走,他也会啊 往下去运动,所以说朋友们 过一段时间啊,这个布林带啊 也会继续的往下来啊 所以他可能最终形成压力的地方 也可能就是这一块啊 可能是这一块区域 朋友们啊,大家密切关注啊 布林带上方的一个压力 好,这是英镑啊 那么呢,也是顺势空啊 没有什么太多其他的一些想法 黄金朋友们啊,四小时级别啊 也是非常清楚的一波空头趋势,是吧 这一波啊,那么呢 现在和咱们的这样的一个费满公币啊 高度统一啊 所以说呢,思路很清楚 一小时级别啊,我给大家去看一下啊 像这样的一个黄金一小时级别啊 行情的走势啊 其实呢,相对来讲啊 特别清楚啊 大家就可以去啊 目前来讲啊 昨天他在这里反弹了一波 对不对啊 反弹完啊 然后又下去了 然后又上来 对不对啊 像这种行情朋友们啊 大家呢,可以像我这样啊 去发个紧速的通道啊 所以今天黄金的空点啊 也就在这里 如果黄金啊 能够在这个位置往上反弹到啊 一个我画了这样的一个通道的位置 大家就可以去做他的一个空难啊 思路也非常的一个明确啊 思路也非常的明确 好,这是咱们的黄金啊 最后呢,给大家说一下云游啊 呃,云游的话 昨天啊 上一周也给大家画这样的一个支撑位置啊 现在来看啊 又上去了啊 呃,即使目前啊 四小时级别 大家可以看到啊 像这种走势的话 朋友们啊 他在这里啊 形成了一波突破 对不对啊 突破完之后 他又上来了啊 所以现在这个行情啊 针对云游来讲 四小时级别 有可能在这里 要过进一个真大行情了啊 这是他可能的走势啊 云游四小时级别 在这些地方要 有可能要过进真大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小时级别的行情啊 一小时级别的行情 压力位置 大家看新看啊 前方高点啊 如果有到这个压力位置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找他的一个空单啊 去做空啊 没有什么问题啊 往下的支撑啊 日内的支撑 在这一块啊 结构的支撑啊 当然就在下面这些地方啊 所以说呢 云游也非常清楚啊 那么呢 呃 短期四小时级别啊 以一个震荡的走势啊 好 朋友们啊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早上分享的全部的内容 啊 相对来讲啊 欧元英镑啊 环境现在非常清楚啊 建议大家积极参与好吧 新朋友们啊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更及时的外汇交易机会 可以关注我们阿萨社区公众号 联系助理进入社区微信群和直播间就可以了 最后呢 祝大家交易顺利 我们在下期再见